另外一樣就是炭達峰、炭中和 這個概念就會持續 是國策來的 但是相關的股份 其實今年下半年就真的升了很多 你覺得春年第一季有沒有力再上呢? 新能源我都還看好的 但我不只是集中第一季 因為始終你只是第一季的period太短 變數可以大 而且你看到今年很多新能源股 都真的升了不少 那你說會不會第一季他們可能會立起一些 做一些整固 都不出奇 但是我覺得 譬如之前說的836、916那些 基本上每次你見到有一個比較深一點的回吐 只要政策沒有變的 如果突然之間打壓新能源的話 其實就可以去再買一些 那我認同就是現時 這個策略可以繼續的 延續到春年第一季 暫時可以繼續的 因為你見到近期內地出的一些政策 都還蠻支持新能源公司 譬如其中一個都是跟金融機構相關 就是接下來可能是一些載貸款 或者一些特別的融資工具上面 都是會幫一些銀行 幫一些金融機構 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利率 便宜的成本來幫這些新能源企業去融資 去繼續發展 還有好像近期都有說過海上的風電的裝機都不斷在加大 另外你說光復的太陽能的 近期都見到一些龜料的價格的成本價 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令到下游方面的電池 機組等等的裝機量會重新提升 所以對於夏年方面 我覺得光復的裝機 會重新有一個很明顯的增長 所以這些新能源企業都是 暫時我的看法都維持 都相對是正面的 新能源企業的板塊 和上下游其實都很多 你會不會直接拿到一、兩隻 給我們的投資者參考一下 剛才拿了 下游來說就是836 這些發電的公司 或是之前2380 中國電力 你看到它近期還破頂 這兩隻都是你的目標 這兩隻都還OK 另外就是216 另外就是信義能源 38680 38680這隻是光復的 剛剛說的那幾隻主要都是一些 風電 或者現在是火電、水電 在轉型到新能源的公司 這幾隻我覺得考慮 至於你說我會備 就是一些做光復的上游 就是做龜料、龜、龜片那些 我就一般的 平時10000這些 我就不會買的 是 OK 因為去到下年 我都覺得 整個多蒸龜的價格 仍然會下跌 今年升得太多 太不合理 那下年當那些產能 慢慢是釋放出來 加大了 那個龜料的價格 一定是會再插多一棍 所以這些做上游公司 我就不考慮了 是 好啊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